广州恒大昨晚一战,证明了引入塔利斯卡,确实是一笔成功的交易,不仅仅上演帽子戏法,拿球,分球合理,传球精准,这样的外援足以令中超任何对手胜贝。 7月18日,广州恒大球迷拿贵州横峰祭齐,佩特雷斯库重返中超手秀开门黑,赛后他胜赞了恒大,告临了道高破门也很精彩,但毫无疑问塔利斯卡代帽宣告,新天体之王诞生,一场4-0的大胜,固然可喜可贺,但是未免之路还有更严峻的考验。 塔利斯卡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,他对于下一场对阵上岗的比赛中充满了期待,特别是能跟巴西同胞胡尔克对决,塔利斯卡的中超手秀堪称完美,对于中超印象,他表示,我觉得中超非常强,大家的技术能力也很不错。 下一场比赛面对更强劲对手,我们都知道他们各方面综合实力会更强,这是我最直观的感受,但是我对中超水平非常满意,没有什么好抱怨的,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。 塔利斯卡登陆中超之前对恒大队时中超外援进行了了解,可见他球伤很高,他对下轮比赛遇上胡尔克表示期待,我们都住在巴西同一个城市,但私下不认识, 胡尔克一定是一个顶级球员,在中超取得很好的成就,我很期待和他这场对决,对于球迷称他为广州塔,塔利斯卡探演,广州是个很美的城市,球员也不错,但事实上我不知道大家这么称呼我,这是我一个很标志性的庆祝动作,这是我个性化标志,没有其他含义,随后他表示,自己并不认为目前征服了球迷,或者征服了其他什么。 当一个人征服一件事情,一定是他站在顶峰捧起奖杯,这才是真正的征服,我来中超是创造力士的,相信随着比赛深入,大家会更了解我的能力,表达非常明确,如果不能拿中超冠军,塔利斯卡并不认为自己成功。 7月21日晚,恒大客栈上了真正的巅峰对决,欢迎关注焦龙冠世界,支持中国足球。